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志樂樂是已故的建築商、慈善家和收藏家何曉光先生所建立一個私人收藏 他意志樂樂樂去命名這個書齋其實有用意是表達欣賞中國書畫的無窮樂趣 以及寄予了維善志樂這個寓意 而在2018年他的家人就把這一批藏品適數捐贈給香港藝術館成為了公家的收藏 眼前這套藍鷹的山水金煎本十二瓶 大約是在1953年入床至下流的 是何曉光非常珍愛的作品之一 當藝術館收到這套十二瓶作品的時候 是收藏在這個為這套作品而特製的木箱 細心點留意木釘、筍位就可以見到是全手工的製作 凸顯了收藏家是想重點地好好保存這套作品 收復人員首先會逐一檢查文物的狀況 然後與館長商議決定最佳的收復方案 這套十二瓶的包手有著不同程度的破損和缺失 例如有個別的掛軸天干和包手殘破斷裂 甚至完全分離 令到無法正常懸掛展示 除了變色之外 也有蟲鑄的問題 留下不少的蟲洞需要修補 至於畫作方面 是繪畫在金箭紙上 金箭 傳統的製作方法 是由金箭碎加入膠帆水之後 均勻地圖滿在酸紙表面而成 其勝得耐水 但較易劣化 這套十二瓶的作品裏 有部份的作品畫心出現喬起 龜裂 甚至部分金箭脫落的 因此需要及時處理 以免遲早惡化 而造成更大面積的脫落 造成畫心更嚴重的缺損 經過檢查和討論 今次的修復目標為 替換天頭包手 為畫心加固 填補蟲洞 用立體顯微鏡 可以觀察領券的織紋和密度 有助修復人員研究原有包手 和天頭用料的結構 天頭和包手是由領、券和孫子製成 領、券都是詩織品 分別在於 券是平織、沒有花紋 而領是斜織 會隨著不同的時代 而流行不同的款織圖案 在挑選新領券的時候 有需要考慮到織紋、厚度 和托上孫子之後的效果 為了貼近原有材料的性質 新的絲卷有需要進行掩飾 令到新材料合併之後 能夠達至和諧的視覺效果 合成新的天頭包手 會先將領券托底 首先將領券擦濕、整平 用毛巾吸到多餘的水分 然後均勻上漿 托上孫子 上表板袋竿 所用的漿糊 是由過濾水和燉麵粉 加熱製成 乾了的托券或領 會再用傳統角瓦顏料 和動物膠 調配的鹽汁進行擦驗 經擦驗的包手 貼上木條、袋竿 而原有包手的提籤 會在背面灑水加濕 以便移除舊妝料 提籤便可取下 而原有的天乾狀況良好 會以同樣方式加濕處理 移除舊妝料 待乾後 原用 經染色的托券和托領 經過裁切 便可開始合成的步驟 新天頭會先翻邊 上肺肩 然後上包手 和覆背紙 再在包手 貼上原有的提籤 之後便可將 夾好的新天頭包手 托在表板上 代乾 完全乾透後 這個新夾好的新天頭包手 便可在表板上拆下來 而除多餘的部分 便可與掛軸結合 局部重表的做法 能夠在不干預畫心 和整體裝表的情況下 解決天頭包手 原有的問題 下一步就是 以天然的村立和牙石 在包手和覆背紙上 進行牙背 這類步驟 可以令到表面更光滑 同時也有防潮的功用 最後就是 裝上原有的天竿 新的掛繩 和絲帶 等乾後 今次的局部修復便完成了 而畫心開裂 翹起 和松洞的部分 也得到改善 令作品的狀況更穩定 更適合展示和長久保存 經過了文物修復組 同時 仔細和用心的修復 為這套 藍鷹十二品立足的包手部分 換上了新裝 走廁為他們更換了促身而完整的外套 更加有效地保護作品 而親天頭 也取代了舊有發王的部分 達到更加的視覺效果 令他們能夠再次完整展示在大家的眼前 藍鷹 是明末清初時期著名的山水畫家 而眼前這套十二品格局的作品 是尤為罕見的 每一品主要是模仿不同古人畫家的風格 去描繪春、夏、秋、冬 不同的季節特色 無論是山石構圖、用筆、用色的方法 都展示了藍鷹堅實的仿古技巧 然後是一種這個地位 有需要注意力去詞 對替你放血 口水 作詞